今天是3月27号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 A股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动作 可以说是一个今天的大力转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是盘面分化很严重 题材掀起来一个涨停高潮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大涨了呢 明天是不是要大涨了呢 怎么看 还有就是市场的焦点重心在哪里 如果你对这个盘面把握不住的 你对这个市场啊 看不懂的 没赚了钱的仔细听啊 其实这个盘面有意思啊 大家看这是上阵的一个分属图 早盘震荡 以后这里所以透了一下水 尾盘又开始起来 如果你大多看上阵的话 可能感觉不是那么明显 对吧 以后今天整体上上阵涨的700多价 跌的是1300多价 但如果你看一下今天创业版 你就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 创业版是一个什么 一个V型的走势 对不对 尾盘是马上拉的 整个盘面看创业版的这个上涨的和下跌的几乎是持平的差不多啊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创业版明显的这里是走强的 今天是放链上涨 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发现了创业版在这里冲了一个底部以后开始一路走高反弹了 所以在上周包括周末我都跟大家讲的很清楚讲的很特色 现在的重心要放在创业版上面去 对吧 你如果留一创业版来进行创业版是不是找强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上证啊 其实上证他今天也是给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 大家仔细看这是上证的一个60天线的强支撑 刚好打了60天线这位置 是吧 这里刚刚打这位置不就上去了吗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过多少次了 还记得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我说这下面这个60天支撑位 到这里的话你怎么样 上车 他只要敢杀敢跌跌到这里就去低吸 对吧 如果你在这位置低吸的话 是不是可以吃了肉啊 是不是可以赚钱了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重心板块 核心板块的创业 大家看一下创业是不是拿出了一个什么 抽跌反弹 所以在创业今天这个跳水的低点的时候 你在这个位置抄底 这一波上涨拉伸 是不是赢得了一个什么 大长腿的走势啊 正因为创业的整体的一个走强 那上证也走出了一个微型的反转 这里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啊 强调过多少次的 整个的盘面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反弹周期啊 属于一个震荡的一个周期 所以盘中有急跌急刹 你可以抄底盘中急拉冲高 可以选择落带 可以选择减仓 这个节奏 这个思路就没有问题啊 不要做反了 那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明天继续冲高的概率会很高 所以今天操底的朋友们啊 明天是要把握好机会的 好 那我们来看重点了啊 今天的一个核心在哪里 看点在哪里 明天还能不能参与 其实你看啊 今天的一个涨幅榜 最前的是华为俄拉啊 送卷铁拳医疗 卡的GPT 是不是发现了乱七八糟 对吧 乱七八糟 医疗的有什么卡的GPT的 还有什么疫情的 有养鸡的 有光刻胶的 有猪肉的 有北交所的 这就明显的没有核心啊 从这些涨幅居前的这些板块来看 是全线开花 对吧 全线开花 所以大家很多情况就看不懂了 不知重心在哪里 再看下后排 跌跌比较多的房地产呢 炒钢林呢 还有这个水泥呢 钢筋呢 其实这个都跟什么有关 应该是跟房地产相关的有关 对不对 今天杀的主力方向 就是房地产 房地产在周末还出力好 那像这种板块 一定要记住 我说的是 比如说房地产啊 这种方向 你一定要记住 这里是低位 有抽跌反弹需求 但是盘中的高位 你千万千万注意 不要去轻易的去顶 不要去轻易的去追 他现在是属于什么 市场的弱势行情 利好不断 但就是不涨 说明市场的资金关注度 不在这里 那像这种的话 就算他有反抽 有反弹 也只是超跌反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是一定要注意的 市场的核心看点在哪里呢 其实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在哪里 大家仔细看 今天涨停的票 比较多的是谁啊 人工智能10个票 过期改革9个票 对不对 大数据7个票 是不是 还是在我说的那些板块 人工智能也好 数字经济也好 这些核心评论上面 如果说啊 你把握好这个节奏 是不是能够吃到辣肉啊 这里的人工智能 今天来了一个 也是一个今天大力转 急跌急沙的位置 你去抄底的话 这里一个拉前 不就是个大长腿吗 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啊 这个人工智能涨了很多了 我怕了 不敢去呢 其实在前面 我跟大家说了很清楚 这里走的是什么 这里走的是什么 二波啊 二波 所以你盯紧了 他的节奏啊 二波 这个盯紧的这个思路去 后期的话 他会有机会 是吧 轮动啊 据说你的票啊 在低位的 出现放量的 还没怎么涨的 你高位不敢追的 你就等 等他轮动 对不对 短期做好了 你就可以盯紧了前盘的核心票 去跟踪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而且我们来看 今天盘子出现一个急沙跳水 其实就是一个机会 低期的机会 然后整个盘面 今天有多支票 涨停啊 有多支票 涨幅在10个点以上 其实说的仔细一点 说的清楚一点 就是创业板是重心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今天涨幅之前这些票 很多是不是创业板的 然后你留意一下 近期的一个创业板 是不是能够有机会吃到肉 甚至吃到大肉啊 能够智能啊 这个说的很清楚 包括数字经济也好 还有这个 包括信创啦 这些叠加题材都差不多 可能啊 这些板块 我觉得有些人是吃到盆满饱满的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前期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方向之一的 中枝头啊 因为中午的时候 有朋友跟我说中枝头怎么办 对吧 我不套住了 大家看今天中枝头直接就跳水杀跌了 对吧 我前面还跟大家说 我说这个中枝头的核心 重要支撑位在哪里呢 二十天啊 今天终于跌破了 那很多朋友就问了 二十天跌破了 我该怎么办 我要不要割入啊 其实从整个的走势来看啊 强支撑位破掉以后啊 破掉以后 正常情况下 你要选择落袋的啊 你知道我说落袋什么意思吧 就是说 这里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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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上车的 这些人都是赚钱的 这个强支撑守不住了 你就选择获利盘出逃 当然对于一些最高的人来说啊 尤其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这个位置 最高低息的人啊 最高的人 你这个强支撑破掉了 锁不住了 你该勾还是得勾啊 在这个位置勾的话 也不会很多啊 可能也就是一到三个点 甚至最多五个点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高位 追进去呢 那我没法说啊 正常情况下 你在这个位置低息的 我估计亏准幅度 也就在三个点左右啊 一到三个点左右 对不对 所以这种还是能够接受的 还是可以什么 考虑止损的 但是啊 整体的趋势 它仍然是属于上上的 朋友们啊 这时候啊 整体趋势还是属于上上的 所以现在杀的是什么呢 它其实杀的是高位啊 我说高位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就知道了啊 今天跌的比较多的是 中国化学跌了9.88 其实这些不是重型 重型是哪里呢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中铁 中国铁键 这些票里面 对不对 这些票才是大家 什么 要注意的一个方向 前期的中国电信 是不是出现了一波上涨 而且大家看 从这里启动的时候 4块多涨了7块多 这波涨幅巨大 670个点 然后近期数一个调整的 它是一直往下调整 620天先舍不住 30天先跌在这位置的 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调整把整个中市头带下来了 这也印证了我前期跟大家说过了一个话 什么话呢 我说这个中市头方向的一些核心票 强支撑你可以低吸 但是你绝对不能拉高的时候去追 对吧 你要现在跌 跌到强支撑附近怎么办 你是准备以20线还是以30线为标准 如果是在20线为标准 这个位置低吸的话 他破掉了你可以做个止损做个撤退 但是你在30线为标准 他现在还属于30线上 那么你就可以再多看一下 以后等待他抽跌反弹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也就是说看你的预期是多少 有些预期亏损预期就那么1到5个点 对吧 那么跌到5个点 那我就割入了 人家有些的预期是什么 是10个点 甚至超过10个点 说他没有还没有跌到10个点 这看你怎么选 整体来看 他趋势仍然没有改变 对不对 就是说他的一个走势还是往上的 还是个上升趋势 这里的话 后期还会有机会超跌反弹的 但是反弹的话需要一个时间点 包括中国联通 大家看也是一样的走势 对吧 但是他跌到哪里 他跌到60线强制成了 如果你在前期想参与的朋友们 你看一下 跌到这个位置是值得大家什么跟踪的 对不对 这里是可以考虑做低息博弈的 后期期门的话 反正概率是比较高的 所以你在操作上面一定要注意 中速头是一个明显的高低切 正因为这些前期的一些涨幅巨大的票 出现杀跌带崩的整个板块的一个节奏 但整体他趋势还是上上的 没必要太过的担心 大家看前盘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高低切 是不是有一些前期涨幅最大 调整到位的 今天又开始起来了 当然像这种票 中性出版的票 其实像这种票的话 他就是属于补涨 朋友们像这种票就属于补涨 那补涨的话 他后期就会有机会迎来一个什么 迎来一个上升的一个什么 加速阶段 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记住了 加速放量的后 你就不能轻轻的去顶了 你可以考虑盘中分歧点去拨 但是你千万千万注意 不要轻轻的去顶 顶错了 你就接盘了 还有大家看今天涨幅巨前这些票 对吧 包括我前期特别跟大家讲过的 联通中国科传 对吧 像这种票的话 大家就要注意的 他趋势是没有变化的 还是上升的 在强制成位去做低一些的话 是不是能够吃肉 吃到大肉了 对于中指头板块的整体走势 它还是属于一个流失行情当中 只不过在市场进行一个高低切换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要避开这个阵痛期 整个盘面来看 市场的肉点 还是在这几个方向 大家在操作上面 要特别留意和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 个股的情况 个股今天跌停票 有五六只 七八个点也不少 但是你看一下前排的会更好 前排今天涨停的票 涨幅在十个点以上的票 达到五十个六十个左右了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劲的一个信号 其实说白了就是题材表现很疯狂 题材表现很疯狂 赚钱相应也非常的好 那么赚钱相应主要集中在哪里 刚才说的 我重点讲过的那几个板块 对不对 你盯紧了这些票去做 低吸收潜伏就好 对吧 你盯紧两个变化 你比如说人工智能 你要不就盯紧了核心龙头 去做无军加线的一个低吸博弈 要不就做低位的 还没启动的 你要开始放量走稳的 这种可能就存在补涨 对不对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两个变化 从今天的一个整个盘面来看 市场情绪回暖 那么赚钱相应回归 后期仍然是值得大家去重点跟踪的 好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